俗话说,大道不渡无缘人,道教收徒有何讲究呢? 吕洞宾曾花费三年时间,四处寻访有缘分的徒弟。 听说有个老板对修行十分虔诚,数十年坚持积德行善, 甚至花费白粮买下吕洞宾的神像放入家中, 每次朝拜时都会洗手更衣。 一天清晨,门外来了一个老教花, 衣衫破烂,满身长满窗疤,走路时一缺一拐, 请求老板要赏点吃的。 老板当时正在专心净身, 被老教花打扰到后很是生气,又想到自己要行善, 便压着怒火让他先出去。 老教花在门口等了半天,也没人出来施舍饭食, 于是又进门请求老板。 老板将他还在这儿,端起喂狗的破瓢, 往他碗里一倒,大声嚷着,让他离开。 老教花吃完后又向他要水, 老板气得不行,把狗放出来摇对方。 老教花一边往外走一边说, 狗摇吕洞宾,不识好人心。 老板听到他的话后感到奇怪, 转一身,便看见门上贴着一张纸条, 打执意思是说, 使人都诚心敬拜吕洞宾, 结果吕洞宾亲自过来拜访, 发现并没有真善之心。 这人才明白老教花是吕洞宾所办, 互惠莫及。 自古以来,道教十分看重, 道法纯诚。 三栋仲介文说道, 道经不失手,则行之不神, 所以见得师父的重要性。 历代先真, 都是经过师徒之间的授法, 才得以正道成真。 身为道教创始人的张道陵, 曾在深山修行时, 得到太上老君之典, 被授予经禄、 剑法及御印, 因此创办了道教。 身为文史真人的阴席, 每日都会登楼观察形象变化, 以此来判断济兄, 终于看见紫棋东来, 得到老子的传经说道, 学习识气炼丹之法, 并留下了一部传承至今的道家经典, 道德经。 道教的传承十分不易, 逐渐流传出道不传非人, 法不成六尔的说法。 张道陵为传承道法, 同样看中徒弟的品行, 手照声为徒使多次考验, 发现他是诚心向道, 这才答应他的请求, 如果品行低劣, 即便位高权重, 富家天下, 也不会被名师发现, 修行也就是修正自身, 磨练新性, 提高品德, 才是入道的基石, 否则一切皆是虚妄。